一念离真皆为妄想 佛说与你一起看遍世间百态 明以时为天 吃饱是最大的幸福了 现代人不只是吃饱还要吃好 为了要使外观看起来漂亮 以至于有些农人开始生产一些 加了农药和化学肥料的蔬菜水果给我们 农药和化肥的残留都可能进入我们的肚子里了 现在看很多食品不安全的报道 我想大家一定要养成吃东西前念解毒咒的习惯呢 而且很简单 念三遍 吹口气在食物上就可以了 过去有一年夏天 唐太宗带着太子到玉华宫避暑 当地县令呢 则盛宴招待 可父子俩吃腻了山珍海味 便一人吃了一只烤竹鸡 当晚呢 唐太宗却感到口干舌燥 御医当下开了一副解热药 但服药之后 皇上却突然昏迷不醒 县令大惊啊 忙请来明医孙思苗 孙思苗进前细查了一番 当即说道 食物中毒 县令听后 吓得哆哆嗦嗦地说 食物里 没有毒 绝对没有啊 太子也质疑道 不会吧 父王和我各吃了一只烤鸡 我并没有中毒啊 孙思苗说 烤鸡本身没毒 可是生半夏有毒啊 御医听后 如五雷轰顶 一下瘫倒在地 结结巴巴地说 老天爷作证啊 我给皇上服药中 确实用了半夏 但是炮制过的是熟半夏呀 孙思苗没有吭声 立马给唐太宗 灌下一碗浆汁 接着呢 又扎了几针 骗食过后 唐太宗渐渐苏醒了 孙思苗这才转身 对众人说 竹鸡无毒 熟半夏也无毒 但生半夏对人有剧毒 对竹鸡却无碍 竹鸡吃了生半夏 而人又吃了竹鸡 就会中毒 皇上啊 是因此而得病的 太子殿下吃的那只鸡 因为吃半夏 所以无毒 将之呢 能解半夏毒 皇上才能得救 众人听了 恍然大悟 县令和御医啊 更是擦了擦冷汗 松了一口气 很多人不注重生活的细节 不小心呢 吃到带毒的食物 甚至长期食用变质的食物 很容易引起食物中毒 其实容易引起食物中毒的食物有多种 一定要多加小心 避免食用以下食物了 我们自己呢 一定要记得 每次吃东西之前 要念这个解毒咒 因为在佛陀的时代 佛陀的团体越来越壮大 很多外道就想要害佛陀 害出家人 出家人都是脱波的 那些外道呢 就故意加了很多毒 在那个饭里面 供养出家人 要毒死出家人 佛陀的时代 很多出家人被毒死 所以那个时候啊 佛陀把全部出家人都找来说 以后出家人要吃东西 一定要念这个解毒神咒 尤其现在还处于危险的时期 香港前一段时间说呢 连鱼里面都有问题了 海涛法师开始解毒神咒 三杯拉切多 有时候呢 你到其他国家 那个水呢 不干净 有细菌 你就要念这个咒 很简单的五个字 这个咒呢 个人以为 尤其给小孩子 吃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念 比如小食品啊 奶粉啊 菜呀 一定要念的 再把这个 吹肉往生咒看一下 吃肉以前念这个咒七遍 吹口气在肉上面 可消除吃这个肉的过失 你所吃肉的这个畜生道 则可以生善去 等于和它结善缘了 吹肉往生咒 所以啊 老菩萨要备呀 老菩萨你已经吃素了 没问题 但是你的子孙都还没有吃素 那你呢 多帮他们念 吹口气 让他们没有吃肉的过失 清朝时期的一对小夫妻啊 刚结婚有三个多月 媳妇王氏长得那是 眉清目秀 既贤惠又善良 家务活样样都行 这一天呢 他叫媳妇给做碗面条吃 媳妇很快就做好了 盛了一碗放在桌上 还浇上了香油 没想到 丈夫刚喝下三口 就蹊跷流血 打个嗝就死了 这新郎官一死不打紧啊 新郎官的父母兄弟 肯定不愿意啊 新郎官的家人都认为 肯定是这个媳妇有了外星 不然的话 这碗面条才刚喝下三口 怎么就死了 并且还是蹊跷流血呢 肯定在面条里下了毒 他们很快就报了官府 把王室逮到县衙里去了 这一天 朱县令开堂断案 就是断这个案子 朱县令虽然是清官 但有时断案也断不清啊 有时候审案都是驱打成招 今天呢也没有例外 王室上的堂来就说 老爷 我冤枉啊 说吧 磕头如鸡倒米 把头都磕出了大雪炮 朱县令说 不招是吧 来呀 大行伺候 拉下去重打四十大板 只打得王室脾开肉账 可还是不招 正在这时巧了 滕县呢 有个王县令 和义县的这个朱县令啊 是同学 都是七品县官 朱县令正审案呢 下边就有人报信了 说滕县的王县令来府拜访 朱县令说 好 先退堂 说完就到了后堂 见了王县令忙问 王兄 你好啊 王县令回答 好 正在忙呢 朱县令说 现在正在断案 是人命案 王县令说 哦 朱县令接着说道 刚结婚三个月的小两口啊 丈夫要喝面条 媳妇赶紧去做 做好后就盛好了 放在桌上 还给浇上了香油 她丈夫刚喝了三口 就蹊跷流血而死 这肯定啊 是面条里有毒啊 王兄 你说对不对啊 可她呢 就是死也不招 王县令说 她在哪啊 家里的房子是什么样子的 朱县令说 她家住的呀 是破草房 王县令说道 你呀 别再用大型了 这里面背不住有引擎 或许啊 她真的是冤枉的 横县这个王县令断案啊 比一县朱县令 要清醒很多呀 王县令说 朱县令啊 咱们先到她家看看 实地调查一番后 王县令问 她当时吃面条 是在哪个地方吃的呀 朱县令说 就是在这个屋当门里 王县令向屋上 看了又看 说 这样的话 这个案情啊 基本上就可以解了 朱县令不解其意问道 怎么解啊 王县令说 你找人继续做一碗面条 把这碗面条呢 原来放在哪儿 再放在哪儿 朱县令就下令去做 面条做好后 成了一碗 照样放在了桌子上 这吃饭的桌子 当然会放在乌当门里 面条上依旧浇上香油 浇上香油以后 没过一会儿 王县令忙喊 朱县令请看 朱县令问 看什么呀 王县令说 现在这碗面条啊 谁吃谁得死 朱县令问 那是什么缘故啊 王县令说 不相信 你去找一条小黄狗来 你去找一条小黄狗来 把面条倒在盆里 让它小黄狗吃 果然牵了一条小黄狗来 吃了面条以后 咔嚓一下 狗呢就死了 朱县令 朱县令亲眼见到后 还是不解其中的意思 问王县令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狗吃了就死了 更何况人呢 王县令啊 这时说 找个年轻人 搬个梯子 就在放碗的正上方 覆棚处扒拉开 年轻人爬上梯子 扒拉开一看 乖乖 上面有一条八口的土蛇 还是老八口呢 土蛇闻到香油味 它想吃但吃不到 就急得留哈喇子 哈喇子呢 恰巧滴到面条碗里 所以啊 谁吃谁得死 暗情大白 朱县令啊 就把王室无罪释放了 所以吃饭前啊 一定要念这个解读神咒 它能让你百读不清 你念的时候 不仅是对一切众生的回向 让他们变得更加殊胜 我们自己呢 也会增加功德利益 使我们的生活 更加的得心应手和如意了 还可以让我们得到 诸佛和圣贤的护佑 使我们的人生 能够一帆风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或者留言 分享 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